哈囉大家好 草莓尼歐です 我們來趕快看一下這個風雲的性能 我們從面板上面來看 風雲這個性能是標準的日式雷區 血量其實算是蠻高的 然後魚雷很高 裝填也很高 迴避也很高 然後主砲效率非常低 再來這個魚雷效率160% 玉裝填都有兩個魚雷底座 整體這個面板看起來 可以跟它做對比的大概就是雪峰 所以之後接下來我們就是用雪峰 作為一個模板來模擬它的各項技能的條件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技能 1技能初級的時候自身雷裝上升5% 裝填上升15% 再來觸發全彈發射的時候 自身的魚雷CD會減3秒 全彈發射是它這個一樣 主砲發射時是會觸發全彈發射 那它全彈發射是流彈 還有附加一些魚雷的全彈發射 所以它比較吃重雷級的屬性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縮短3秒是什麼回事 我們可以從這影片看到說 它只要觸發全彈發射 該魚雷的CD會往前縮短3秒 所以只要每次擊發就可以每次縮短 該魚雷的CD時間 所以你的全彈發射打得越快 那魚雷相對縮短速度也就越快 你下一次要釋放魚雷的時間也就越短 這個技能是這樣子的 我們這邊利用雪峰來做一個模板 好我們裝備了這個76炮 最快CD的這個76炮 好我們看到面板上面是0.5多 不過我們不能用這個釘點5多 去乘以10次 因為這個主砲發射還有前後搖的時間 所以我們大概統計了一下這個前後搖的時間 總共8次的全彈發射 花費了53秒 那麼平均一次呢 我們覺得是6.625秒 那我們要發射兩次全彈發射 大概要花費13.25秒 好這個是我們兩次發動 那兩次發動全彈發射呢 一樣我們就可以縮短兩次的這個CD時間 所以總共就是縮短了6秒 那我們這樣加起來 兩次的全彈發射加減CD 總共可以減掉19.25秒 那我這邊我們就很容易可以發現說 如果我們要裝備這個魚雷的話 我們最好就是裝5連 裁5連或是普通的5連CD會比較好 你想要裝備這個磁式連呢 也不是不可能 不過這個19.25秒 其實很接近它的這個普通的CD裝填時間 好因為我們這樣一裝 如果主砲少發動一次的話 有時候太遠沒有發炮 那可能你當下這一次的這個縮時 就沒辦法完成 所以我比較不建議你 裝壓CD時間的這個魚雷 大概19秒附近的都不要裝 那如果你想要裝更快的 比如說這個三連 三連就是為了要激發更快 不過你只能縮短一次 就是大概從16秒的這個魚雷 縮短成13秒 那主要縮短魚雷發射的這個效果呢 是為了要去打第二劑 那我們再來討論第二劑的這個功能 好我們再來講第二劑 第二劑也是很簡單 就是一個空襲仙島 重音之前有很多像是遊民啊一些 他們都帶有空襲仙島 就是直接航母增傷的一個作用 15%增傷 這個不能跟其他人一起用 所以一個廠商只能帶一個 好如果你帶了這個風雲 就不要再帶遊民他們了 再來呢它還有另外一個附加的作用 就是當下觸發四次魚人的時候 會回復我方空母的耐久值 那如果是旗艦還是空母的話 會額外再回5% 這個我說直測試過了 這只要你後面擺兩個航母 不管是旗艦還是鳥艦 兩個都是航母的話都會回血 好 那這個四次魚雷會回復的這個作用 除了獄裝填算一次之外 再來就是我們三次激發魚雷會算一次 那如果我們是帶一般的採五連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算大概16或17秒會發射魚雷 所以總計大概是48秒到49秒之間 你可能會發動這個回血的作用 好這個回血作用其實不是主要的一個補陣 不要把他當作這個主要的補血來源 那是一個算是一個bonus 盡可能我們還是盡量去帶這個持五連 那增加他在魚雷上面的一個輸出 因為坊間我們都知道 其實我們帶航母陣容 前排最怕的就是沒有太多的輸出手段 因為像帶大世界我們都知道 因為航母的狀態時間非常的久 以前我們還可以靠戰艦 戰艦主砲很快 大概有最快的大概16秒就可以出發一次 那航母大家平均都要20幾秒以後 所以在中間的空窗期很大 那前排要如何有效能夠做到有效率的輸出 那這個風雲它在魚雷縮短激發的這個過程中 可以起到在這個空窗期很大的一個作用 所以我相信未來在叢鷹這個航母群裡面 除了之前有的杏龍之外 還有這一個白龍 這兩隻航母未來應該會是整個叢鷹族群的這個主力 那配合這個風雲可以有效最大化這個叢鷹航母群的這個作用 好我們再來做總結一下 它主要的裝備呢就是屬於七六炮 拆五連或是其他的五連魚雷 那你要帶四連的話可能會CD會不夠 那對空炮就是一樣晶圓盤 它吃很重的這個雷裝 所以帶一個彩棒配一個維修 基本上就是它標配的一個裝備了